歡迎大家收看最後一集的午夜講場學人講經濟 最後一集當然要找一個超級無敵有宇宙級分量的嘉賓 作一個強勁的修結 我和主持Henry想起究竟做甚麼題目 有一個題目Henry本人很想做的 他自己不認 不過很多人都認為他是一個本土派的代表 我不是本土派 都說他不認 然後想做甚麼本土主義等等的題目 我就在想 究竟本土派有甚麼人的論述比較好 我想來想去就不知道 我就去問一些本土派的朋友 他們說其實上台講的那些人都坐牢了 然後我說那剩下的那些呢 他們就說剩下的那些 你知道左膠無所事事就可以經常上電視 我們有正職的 有正職的人不可以經常上電視 所以想來想去都沒有甚麼好好的 我覺得比較理想的人選 我就說找不到好人我不做的 但最後竟然被我找到一個 真是很有份量級的人肯來做 他就是我身邊的嘉賓 香港才子吐傑先生 不敢不敢 過獎過獎 可以了可以做了 所以今天的題目就是圖說本土 其實都挺奇怪的 他跟本土主義 大家就未必會連結得好 但是如果梁振英是一個港獨之父 陶先生可能都是香港民族之父 那這個就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2015年梁振英是說的 這個人的標籤是不可以相信的 是的 我就會解釋一下 那因為他說呢 陶傑先生就經常說甚麼小農DNA 那你知道陶傑先生的書 就封衡全香港全國大中華區 那真是每人家都有幾本 就好像那些感冒藥那樣 就是大家怎樣都會有幾本陶傑 那大家聽他的論述 聽了那麼久 那些青少年 就是這個恥入這個心皮 那他們是小朋友 那是不知道甚麼叫抽水 那些小朋友曲直就不分 然後看了看看 就說是香港民族啊 香港民族 那就搞了一些這樣的結事出來 然後陶傑先生當然大力地呼怨 那關甚麼事 那其實就是希特拉就看尼彩 但是尼彩不是納粹之父 我想說那些基督徒 就是看聖經 但是你們打聖戰 是你自己的事 就不關耶穌的 那所以你這樣文字辱了 陶傑先生就不是很好的 但是當然因為他有很多 就是關於 譬如全球化的論述 全球化 為甚麼現在的論述 退色被人打殘 變了各地的本土主義 即是日起 然後究竟香港 一方面是一個國際大都市 一方面是一個邊垂的城市 那香港這一個這樣的地方 究竟 怎樣去擁抱這個融合 還是要保存自己的特色 應該怎樣做呢 今天我們會談談這個話題 首先第一節 一開始就想問問陶傑先生 關於這個 全球化的論述 本來我們之前都很多地方 是擁抱全球化 覺得這件事是好東西 正東西 起碼有很多人是這麼說 雖然都有一些阻架為反對 但是慢慢你看到世界的大勢 真的整個變了 例如特朗普選到 大家就覺得跌了眼鏡 但是其實他還有很多人支持 另外Breakshed 也是令人意想不到 現在歐洲就剩下Angela Merkel 在那頂著作為一個 真是泱泱的左膠大國 收難民 其實為甚麼會有 這麼大的論述的轉變呢 首先我要澄清 這個香港民族 這種詞彙我不認同 這個你研究 甚至是抨擊中國的民族性 不等於說香港有一個獨立的民族 還有抨擊中國人的農民的民族性 不是我唯一一個 早期的那些梁啟超 胡錫臨語堂那些不說 現時在中國大陸 就已經有藝術家陳丹青 有中國空軍的才子 叫做劉亞洲 另外還有大量的中國的作家 是在那裡研究這個話題 所以不是我第一個人發明 但我處於香港這個國際城市 面對大陸 20年來對很多的社會的趨勢 和人的行為 有一些貼地的觀察 這個我講回川普的問題 全球化的警號 在80年代中期開始 由於這個列根和戴卓爾夫人 那種新保守主義的抬頭 當時他們提倡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復興 於是造就了美國為首的大量的跨國企業 例如石油公司和可口可樂 麥當勞和荷里活電影的一個經濟的大增長 那時候八九十年代第一波 以美國化為主的全球化 是有一個很豐盛的收穫 例如你看到隨著中國大陸開放 這個家鄉雞開到去北京上海 麥當勞開到去中國大城市 甚至拉薩 甚至是星巴克都開到去故宮 是引起那一場爭論 這個是當時的西方自由知識分子認為 西方的跨國企業 包括這些是工業 它在印度開設的化工廠 整到那裡是化學的毒氣外洩 那個叫巴伯爾 是死了四五千的廉價勞工工人 那時候控訴這些 是跨國企業為主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帶來的和害 除了污染環境 危害第三世界的人生健康的安全 還有就是令到各地 他們本身有特色的本土文化 在這個叫做大魚吃小魚 的自由市場的壟斷勢力之下 沒有辦法生存 當時其中的表表者就是 法國的巴黎 是很反感迪士尼 為何要開一個巴黎的分店 是吧 我們看到那時候他們的討論 我是贊成的 因為歐洲是歐洲 美國是美國 法國電影 意大利電影 這個瑞短電影 都不同這個荷里活 電影它經過銀行家 票房商業計算設計的方式是不同 講故事有多過一種方式 穿衣服裝不可以全世界都一樣 那種反全球化 即是反這種資本主義跨國企業 在後面推動的大一統 這個是對的 但是過了三十年 這班全球化大一統的 小資產階級精英分子 它們腐化了 為什麼 因為第一有了網絡 第二 歐盟的實力壯大 一旦壯大 這些機構就開始膨脹 例如說人道主義 什麼文化機構 社工 學院 一旦膨脹了 加上中間有克林頓 貝里亞 這些是一度左翼的知識分子的代表 是做了這個主流 做了統治者 於是他們由反對派變成一個建制 當它變成建制的時候 它一時可以認為將自己理想實現 於是不斷開位 派位製造職位 就令到當時那幫長頭髮 長毛那種 在街上反戴唱而反裂 跟全球化本土的人士 就做了建制 一做建制之後 他們的權力就膨脹 一膨脹就變成另一種的全球化 例如我們看到這個叫MeToo 那種運動 一直由美國荷里活 一直蔓延到法國 結果去到法國遇到 加乎連丹路為首的法國的明星的抵制 而且日本也搞不起 這種MeToo 我的本質我不是反對的 但它作為一種全球的左翼的思潮 它那種全球的蔓延 但是又遇到它的矛盾 例如如果你牽起一場全球化的 婦女人權解放運動 為什麼你不去中東那裡插旗呢 因為它害怕 因為它欺善怕惡 於是它這些人就佔據了一些學院 派了錢的資源的位置 於是就演化為一種霸權 這種霸權之下 就是壓制了一些意見的言論自由 好像最近這個英國的男明星 叫做卡維爾 Henry Cavill 他是做超人的 他說MeToo 氾濫之下 我們男人是很害怕 因為我們覺得女性生得美 受到愛慕和追求是天公地道 其實他表達一個很溫和的意見 立刻遭到圍剿 然後被迫要道歉 這個全球化到30年之後 到今天是變質 再加上是中國加入了這個全球化的進程 Made in China Chinese Tourism 中國的旅遊業 中國的購物風潮 你今天布吉巴提亞 和巴黎這個春天百貨店 看到的完全是一樣 大媽 混亂 打尖 圈話 這種全球化是要反對的 香港不用說了 很多人覺得是重災區 你覺得茶餐廳又沒有了 粵語片又沒有了 這個就要小心去論述 香港本土的產業不是樣樣都可以的 例如說茶餐廳是很骯髒 骯髒當然也不是全部拒錯 以前不骯髒 為什麼現在很骯髒 因為地產霸權 搞到營業的空間越來越小 在廁所越來越迫劫 那條冷漢擺了那些垃圾雜物 這個食油器 搞到比如茶餐廳 它知為香港一種本土的文化產業 變成想保留都保留不到 所以這個全球化的問題 不是說一刀切 非黑即白 我們到了今天要加入幾樣東西 因素的影響去審視 中國擴張 經濟擴張的因素 這個叫Internet 網絡 和這些遊戲機 短訊的滲透 再加上背後 這個以美國為首 和另一個歐洲的文化 重點它們自己的衝突 那個增長 加上中國的全球擴張所帶來的影響 甚至是威脅 來看這個全球化 現階段的新全球化 與上一代的全球化本質有什麼分別 陶先生 我想說 我們幾十年前 當然我們經常都會有一些左翼的Terms 例如文化帝國主義 美國化 我們很擔心我們都會吃同一個快餐 看同一套電影 我反對這件事 是 但你會看到現在不是 我們發覺有很多本土 他們自己都有自己獨有的文化 會不會中國其實只是一陣風 過了之後 其實都會跟我們接受了這個遊戲規則 縮回頭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不一定 因為中國現在處於一個很無理性的狀態 他走哪條路現在都沒有人知道 個人崇拜 極權 翻轉頭 這個暫且不論 現在就是美國為首的西方 現在陷入一種迷惑的境地 所以會有Donald Trump和脫歐 脫歐和Donald Trump竟然被認為右翼 但是他們是不是應該左翼呢 是吧 嗯 好了 我們剛剛今節就聽到陶傑先生 去講關於一些全球化的論述 以及一些批判 其實究竟全球化 和左膠和本土各樣 對於香港有甚麼關係呢 我們下一節可以繼續講多些全球化的論述 然後就會開始講到香港 回來第二節的五夜港場 學人講經濟塗說本土 剛才陶傑先生給了好幾個論點和論述我們 首先第一句就是說 其實全球化第一波 大家反對他是反對那個統一性 就是說其實法國不應該有迪士尼 意大利不應該有Starbucks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他不是企圖要統一你 但是給予你一個選擇 這樣就可以達到一個文化多元 第二個論點就是說 那些左膠一開始就反全球化 這個他都寫過幾次的記憶文 就說他們反反反反到有榮華富貴 就是高薪厚職 然後反反反到他就要維護這個建制 變成Donald Trump一走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發覺原來Donald Trump 你比我更加反全球化 那我究竟怎樣自暑呢 就令到他們被人打了一槌 不知道怎樣做 不過他就有一個論點說 其實西方學者全部都很左膠 其實是西方某一部分的人 因為我自己看回西方的經濟學家 他們看東西都真的不是由國家這樣看起 他們其實有一些論述反而是比左膠更左膠 例如之前芝加哥大學有一個在理教授 叫Glenwell 他現在去了一個科網公司那裏做的 還有另一個叫Eric Posner 就是芝加哥大學的法律學院的教授 他們就說其實你要令到全球的貧富元素減低 很簡單 就是你所有移民開放 因為有錢國家最窮的人 都比窮國更有錢的有錢人 所以你只要將窮人 你由10%、20%、30%一般搬到50%、60% 那你的全球的貧富元素 就能夠減低三分之一 其實經濟學家看東西 他就是將全世界人類的福利 跌加在一起 他看一條數是大一點還是小一點 大一點就好了 我們當然知道 其實賺的人是賺得多於虧的人的虧 而賺的人是得不到任何的 這個叫做compensation 但是其實經濟學家看東西 就不會說你是哪個國家的人 所以我要維護自己國家的東西 就不會的 我們只是看所有人加起來 究竟整體的福利或者得益是怎樣的 所以如果你說西方學者全部都是這樣 那確實西方的左膠浪潮 有很多革命失敗了的學者 躲進學院之後 教學生出來組織 但是也有一大部分經濟學家 他們就未必會這樣看 還有第三點 我聽到其實全球化是一個帝國主義 其實就是輸打贏搖 我帝國你就可以 你帝國我就不可以 另外就是要有一個選擇性 選擇性就是我們崇優 我們選一些我們喜歡的好的全球化 就不要選一些大家很不喜歡 隨地吐痰 在地上做些甚麼 那些全球化我們就不要了 我大約聽到陶先生 他全球化的論述就是這三點 還有有這些回應 那Henry 他叫你多說一些東西 那我首先說回來 其實我都同意一件事就是 以前我說左膠就很反全球化 現在你會發覺 反而右翼的反全球化論述 是比左膠更前進的 那有幾個原因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們經常都會覺得 全球化會令到國際貿易 就會令到整體得益 就像剛才Vera所說 但他們沒有想過 這個整體得益是會有一些失敗者 譬如你可能是有得益 但是你不是屬於國家的得益者 你是整體有得益 但是你不是那個得益的階級 你是可能有得益 但是不是那個時間得益 因為可能整完全全球化之後 要隔了十幾二十年才發展到的產業 你可能已經很早期被人淘汰了 你可能擁有的技術 不能夠在這個全球化得益 這些失敗者 最後就是會跟這個政權說 我知道全球化可以令到我整體得益 但是問題是我沒有得益 我覺得那些左膠不是不知道 只是一開始他們沒有得益 現在又有得益 所以他們是知道的 全部都是為了自己利益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政府 其實他們左翼和右翼都覺得 既然你們沒有得益 那就由政府福利政策幫助你們 但是因為全球化的轉變太快 這一班所謂的失敗者 或者是一個受選者 政府是不知道怎樣去安排他們 有些人會覺得派錢給他們就可以了 但這班人其實不是為了政府救濟他們 他們是想做事情 他們是想覺得自己對這個國家有用 但是現在這個全球化就是做不到這件事 他們不能夠在這個全球化裡面 去作為一個勝利者的話 他們便會用其他方法去影響這個世界 包括投投投票,包括投投特朗普 但是當然,雖然我有很多地方都是同意陶先生 但我們不能夠一面倒 所以我們都要代表反對者質疑陶先生一些看法 譬如很簡單,剛才我們說到中國的問題 我們都會說中國雖然現在我們看到有很多壞處 但它作為一個世界工廠 它的確是令到我們的收入提高 我們可以享有更加便宜的產品 其實這件事是幾十年來都幫助到我們的 誰的收入提高 我們會覺得很多發展中的國家都會有收入提高 就算你沒有提高,我們作為一個美國人也好 我們用很多Made in China的東西,都是會便宜的 這種很簡單,譬如iPhone,你不是有富士康 我們經常都會說,你怎會有這麼便宜的iPhone呢 這些好處,難道我們要否認識它嗎 還有一個問題,剛才陶先生也說到 現在我們世界很多地方都被中國遊客 或者他們有很多不文明的行為 令到我們不開心不舒服 以及炒季、雪梨、倫敦、洛杉磯的房地產 但問題是我們怎樣用一個甚麼方式 去排除它們,或者減輕它們的影響 而又不會違反我們所謂種族歧視 或者族群鬥爭這些所謂一些道德上的爭議 這是兩個層次告訴你 第一,沒錯,直到二十一世紀進入之後 中國製造確實是抑制了西方 原來他們發現這個世界沒有免費用餐 共產黨給你全球化所有的好處 最終它會在你身上加倍收回它的回報 這個就是用它的手機 用它的方式得到你的個人私隱 以及用全球化來將它的馬克思、毛澤東 那種價值觀輸出 例如孔子學院 這個不是我說的 現在是西方的政界 是跨黨派地發現 第二,長期享受這個平價貨 例如這些牛仔褲 牛仔褲和T恤在中國的農村那裡做 你所看不到的就是它要用化學品去飄染 那時候會造成河流的污染 河流的污染就是造成大量的中國的癌症村 這些是西方的左翼虛偽的一件事 他們就說 我們享受到中國製造的好處 那麼中國加入來為什麼不好呢 但是他們沒有走去中國大陸 看到那個環境生態的污染 是透支了三五代 透支到中國人 直接他心裡明白 我的下一代不可以留在這裡 我即使民企的身份 賺到錢 我幾代都要移民加拿大、澳洲 現在大逃亡 現在簡直是黃禍的開始 有理沒理不只是那些貪官走 民間都走 留學生都不想回去 這個就是一時之間 Globalization Made in China 平價貨 帶來這個叫低通脹 你不知道的 得到的很惡劣的回報 這個世界有一理就必有一弊 Sinderella灰姑娘的故事 那個Party怎麼會讓你一直開下去 有個期限的 十二點鐘的 現在就是了 所以現在你會發現 歐盟和美國 民主黨、共和黨、美國國會 英國、法國 這個叫做連澳洲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你以為真的突然間 死在這條線反華嗎 而是後面他突然間知道 原來失去了一個常識 原來中國製造 你以為我舔你這麼多東西 最後要交了一個自由 交人權 甚至將整個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都交出來 西方有個文學經典叫做浮士德 浮士德就是了 你要換取這個叫做古往今來 一切宇宙的知識 但是你要出賣靈魂 你肯不肯 這個叫做科學怪人 你會不會被高科技 發達到人工智能 回來控制人 幸好西方的文學史 這二百年來有這兩部經典 加上這個叫做動物農莊 1984這些 最後在humanities 人民方面 令到西方不論左派和右派 到現在覺醒 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這個中國帶領的globalization 再加上固有的那些multi national 西方那些 是會令到整個文明終結 但我還是要追問兩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 你如果是針對整個族群 去作為一種批判的話 其實我朋友都說 現在澳洲排華就很厲害 沒辦法 這件事 等於你遷迷南西北 我知道 我都會suffer 你知道嗎 如果我的兒子在英國讀書 在十年前 他不喜歡找東西 會比現在更容易 現在變成癌細胞 這個世界是沒有理想的 你要醫癌細胞化療 除了打擊癌細胞 周圍的良好細胞 都陪葬 令我目中 別人害怕 我不想這樣做 斬草除菌 這個是沒有辦法 這是人性的局限 但這個問題 可能待會說到香港 也要再說多一點 但另外一個問題是甚麼 你說中國現在 有這麼大的貿易隱患 我們可能會犧牲很多 才換得這些平價貨品 陶先生你是不是覺得 這樣就應該完全跟中國 切割我們不應該再用中國東西 我們對世界更加好 我沒有這麼說 應該怎樣呢 我們怎樣看待中國這件事 最重要是有選擇 就算是全球化 即使是退而求其次 應該有美國主導的全球化 有中國主導的全球化 甚至有歐洲 法國的主導的全球化 最高有得選擇 我現在幸好走到出來香港的商場 我不需要一定要選 這個買中國製造的東西 衣服穿 我可以買日本無印良品 香港仔 港女出去旅遊 為甚麼要去日本呢 因為日本不同 日本我進到咖啡館 去到北海道 去到大阪 或者Suzuki 高牧 日本人沖的咖啡 跟Starbucks不同 甚麼全球化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給別人有得選擇 我選擇 我喜歡用Apple 我不用Android 或者我不用小米 我用其他東西 你要知道 你要作這個選擇的時候 可能會貴一點 但可能便宜一點 但這個世界是沒有死錯人的 但現在的問題是 為甚麼人每個人都用中國的東西 就是每樣都是最便宜的 每樣都是最便宜的嗎 每樣都是最便宜的嗎 你覺得便宜就等於代表所有的東西 便宜 那個叫Price 但是除了Price之外 價格之外 還有一個叫Value 還有這個價值 怎麼會讓人貪便宜呢 香港的億萬富豪 他坐飛機他會貪便宜 我會坐壁以外闖嗎 他坐私人飛機上就頭等了 貪便宜呢 貪便宜是你自己 要讓貪便宜是你自己去承受的後果 所以其實有一個說法 就是現在特朗普用關稅 就是要將他的價格提高 然後就讓你不要一面倒看價錢 對 所以是正確的 特朗普這樣是給美國人的選擇 以及給西方的選擇 不要令這個世界剩下 Made in China 那就是Low or Cheap Prices 而失去了一些高上的價值 剛剛第二節 陶先生就說了 為何美國和歐洲一起都在反中 其實原來是覺得大家沒有選擇 以及背後有很多的代價 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談 回到第三節的 午夜講一場學人講經濟 剛才陶先生就提出了一些論點 他說左膠是不管中國大陸那些人 就是患癌症 用了那些化學制 但是其實左膠好像是反對血汗工廠 所以這一點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真的去反 還是去口說一下 口說 這一點就不深究 但是他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其實他們是反對中國的價值的入侵 他們除了是反對的貨品之外 都是反對價值的 我就想起一個經濟學家 就去講過 他說其實這個貿易戰 就是為了不讓他們高科技的技術 存在到中國 因為實在是透過很多的方法 他們是可以得到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被他抄了那個問題是甚麼 就是其實他們沒有付出到一些成本 那個成本是你為何會發明到 一些那麼高科技那麼高技術的東西 其實是你要需要一個這樣的環境 你要需要一個憲法 你要需要保障知識產權 你要需要這樣的制度這樣的法治 這些東西全部都不是一朝一夕做出來 全部都是要成本 其實幾座交都贊成的 因為他是得益的 但是中國沒有 所以他說其實現在那些 譬如那些公司這麼便宜 賣一些電話去中國 賣一些技術過去 其實是沒有給到這一塊的成本 他們漠視了這個公共物品的法制 那個制度的憲法的成本 而這個中國是沒有的 所以他說其實是賣便宜了 就是打貿易了 但是收稅是收不回來的 所以他現在就說 我加你的關稅 我要在那裡收回我們這個 憲制整個法治的成本 這個是一個挺特別的 所以現在為何歐洲和美國 這個民主黨共和共和黨 一起聯盟對中國 都不是一個左膠和右翼的問題 是一個常識和基本誠信之爭 是吧 左也好右也好 都覺得被你中國找老襯 考取豪奪太久了 那把口就說 為何你對我有冷戰思維 其實中國一向沒有放棄過 對西方的冷戰思維 香港一旦有雨傘運動 他就說美帝敵對勢力在後面 支持這個是不是冷戰思維呢 但是有時候他派過汪洋去 又說中美關係 應該好像夫妻關係 這個是騙你的嘛 苗一層 女一層 當西方之幼稚 就是他那些政客 政治家 他很善良 善良的人容易上當 容易妥協 而且容易猶如不決 這個叫做哈姆尼雷特程義傑 但是二十年來 經過這樣的吃虧重重之後 他最終左右好右也好 醒了 開始醒了 但是他們不喜歡川普 是不喜歡川普對內的性格 大男主義和racism 但是川普對中國採取行動 你聽一下左膠沒有出聲的 所以西方的左膠不是太傻了 幸好他因為有十九世紀 這個西方的那種人道和人權 他西方的左膠 看到天安門鎮壓六四 那個激憤是比川普更厲害 川普還不在乎 北韓 中國的人權關我什麼事 這方面他右翼 但是諾貝爾和平獎 比德 劉曉波那些是左翼的 所以這個證明 左和右也不是一刀切 我們看這個全球化 也應該是選擇性接受全球化 以及搬龍門式地接受全球化 以及這個叫做崇優地去自助餐式地去選擇全球化 就不是逢全球化必反 也不是逢右翼必反 逢左翼必反 其實就算左翼呢 譬如Gordon Matthews 就是中大人類學教授 他也有說Cultural Supermarket 其實都是好像他覺得現在的資訊時代 我們好像超級市場一樣 我選擇的是 喜歡選擇的 就是崇優 為什麼我不可以崇優 我覺得嶺南文化 嶺南派的畫 是比其他北面的山水畫好 但我可以喜歡看唐詩和宋詞 我同樣是極之維護正體字 我是反感簡體字 你說我是反中 還是愛國 還是愛中國 如果不是我說我要說粵語 因為粵語是保留宋朝 甚至先秦的文化 它的生態裡面有很多的字眼 我們任詩讀唐詩宋詞的時候 更加亨槍有力 這個叫本土呢 還是大中華呢 但我也想在這一節 開始拉回比較貼地的說 因為剛才我們兩節主要是說 外國 歐美地區的 所謂的全球化 息息相關的 但現在我們說回香港 香港的本土運動 我覺得跟歐美地區有相似 也有不同的地方 相似就是我們都會有賈難民 我們都會有大媽 但不同的地方就是 我們是面對中共政權 簡直是我們管治的一個權力 其實我忍了很久 我猜是不是全香港第一個 可以在這個公眾場合 跟陶先生說 你就是有很多人說 你是右翼法西斯 為什麼會說陶先生是右翼法西斯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剛才他說 我們沒辦法不把中國人 視為一個族群 因為這個族群其實就是 對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影響 我想問陶先生就是 你怎麼看 即是我們香港的一些本土主義運動 譬如我們說之前的光復 即是我們說一些所謂的排王 其實他們的概念都是說 在經濟學角度來說 也有得解釋 就是首先第一件事 你不能夠逐個個案 去說他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我記得有一個說法 就是他們到處拔屎拔尿 你就報警 報警就叫警察來處理 也都走了 這間沒有離地的說法 但另一方面 如果你把所有的中國人 都當作是一些 對我們香港不好的 那又會出現了一個經濟學角 叫做租席銷唆 就是你連好的遊客 或者一些奉公守法的人 你都趕走他 你踢行李箱 可能就是踢了一個好人 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現在就是當前的難題了 以這個中國大陸和香港來說 我覺得你去到香港的校園 大陸的學生 他們用功 和他們對知識的渴求 每年的書展拖劫下來 你跟他們私下說 整個中國大陸13億人 有很多聰明和善良的人 但是由於它一個 這麼不公道的制度 好的人 善良的人 押在底下 出不來 有錢的那些 和那些 惡的那些 都出來了 出來的那些 因為它那個制度 所決定 劣幣驅逐良幣 考取豪奪 和那些行為作風 是像惡霸 我們在香港的人 對這些人反感的時候 一定要有另一邊的想法 譬如說 如果你問我 我可以說 我不認同整個伊斯蘭文化 我覺得它是 是不公道的 它對女性 是不公道 但是 我可以有阿拉伯國家的好朋友 是不是 我可以認為 大哥我去到印度 做萬買 加以各答 整個印度的社會生態 真的很髒 但是我不會因為這樣 去歧視所有的印度人 我在香港可以有 很有 有兒心厚的印度 和巴基斯坦朋友 問他 他們自己也是反感 他們本身那種 骯髒骯髒染病 這兩樣東西是可以並存 而不是衝突的 即是我們是反感 現在中國的制度 和它帶來的那種 對人性的扭曲 但是不是說等於 將13億人每一個人 都當是敵人 相反 整個大陸都有很多的 愛護動物的民間組織 走去廣西熟臨 那個狗肉節那裡去抗議 這個就是我們要在全球化 我剛才說的選擇性 要在全球化的網絡 要跟這些人去連結 好的細胞要互相連結 Union 然後將壞的細胞去Defrenciate 然後要跟它對抗 這個不是一般人做得到 但是你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 清醒的人 是應該會做得到 那你香港有很多知識分子 很多精英 你說懷怨阿伯不懂 讀過書的應該懂 我其實是倡導這些東西的 但是你很多時候 你見一不見二 只要選擇性地看 這個叫段章取義去 判斷一個人 或者將村上春樹一個段落 性愛的描寫拿出來 就說他是色情小說作家 這種偏頗是人性 包括知識分子的弱點 甚至是陰暗的動機 但是我們這些人 在網絡裡面 你說做KOL 我怎麼猜得到這麼多 有些人說你是鼓吹這個小龍DNA 有些人說你是大中華 我也試過被人說大中華的 我喜歡看《紅樓夢》 我開講座 我講過《紅樓夢》的好處 有些人說你是大中華 不理得這麼多 所以這個崇優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叫Cultural Supermarket 我們每一個人要經營自己的 Cultural Supermarket 你自己選擇的貨色跟我不同 但是精神是一樣 你一定要選擇 不是說一刀切 這些全部是壞 這些全部是好 不是 英國人全部都好 現在英國很多東西很壞 倫敦那裡那些罪案 幾個月兩千間用刀製刀 在香港的治安好過它 那我們可不可以說 這個英國殖民主 代表所有的文化 那個文化一定是優越過香港 當然不是 為什麼我以前這麼說呢 一向都這麼說 因為針對盲目的中華民族主義 英國人做得到的 我們也做到 我用這句話去衝擊它 但我也想問 因為我們傳統和經濟的角度很簡單 就是價格決定一切 是 但你剛才所說 一直都堅持一件事 就是價格以外有一個價值 沒錯 這樣我們說 要用一個價值去計算 我們那個消費的選擇 其實責任去哪裡 我自己覺得就是 我們現在聽到好像 對呀 應該要這樣做 沒錯 現在香港獨特就是這個困境在這裡 就是我很多背包的 我想選一個價值好一點的消費選擇 我沒有 因為我每個月兩萬多元找 和女朋友同區五萬多 購不起房子 交不起租 沒有了 我沒得選 我要逼著去參加康泰旅行團 我很想背包背包 拿著那個叫做村端康城 北海道細雪油 伊豆沒有糧 但我現在越來越不行 這個就是價值 你參加康泰旅行團 是不是很便宜 你自己背包背包去伊豆 是不是貴 對不對 但哪種的質素高 我向往高質素 但貴一些 有什麼問題 這些就是崇休 但現在香港這個 context 地產霸權加上中國式的全球化 蒙受雙重打擊 結果呢 你的選擇 比起一個 在英國拿著社會福利的人的選擇更加少 但你覺得這個責任是 會不會是因為我們沒有去給一個好的選擇 去宣揚你要怎樣選擇 還是你覺得左翼覺得普世 都是應該同一個標準 所以令到我們不懂得選好的東西 這個就是這些深層次的論述 交回到學院 但我覺得所謂的抗爭 就是針對這一點 每一個人你要抗爭 是應該的 尤其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這一代二十多歲出來 如果你父母不是李嘉誠 的確很淒涼 那他們應該怎樣 抗爭的時候要依據某些理論 這些理論不是很清醒 還有是要很均衡 就不是一面倒 如果不是你那個抗爭就會錯 還有會提供某種借口給人 是用來強力增壓 陶傑先生 今節都是沿著一個比較自由主義的思路 就是說我們要有選擇 我們要崇友 我們每人可以有自己的喜好 選擇自己想要的東西 但是品味是很重要 而那個市場當然那個價格是要有所反應 但是如果完全不能選擇就很慘 下一節回來繼續說 回到最後一節的五夜講場學人講經濟 剛才說到陶傑先生就說 其實我們要選擇性崇友地去接納別人的一些東西 又要排斥別人的一些不好的東西 但是依據他的說法 雖然有一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中國人 但是他就好像說到中國和香港是兩個族群 是要有所區隔 我們再選擇性去接受別人的一些東西 那究竟這個是否兩個族群 是不是要分開 這些是從政的人士 他可能是就著現在一些年輕人 一些思潮 而提出口號 令到他可以將來競選 以及在立法會佔據一兩席的位置 這個和我一向所想和所做的事情是不同的 我亦都不覺得你要怎樣刻意去區隔 很簡單 這個日本人是亞洲人 中國人是亞洲人 二十年來日本人一向都有去歐洲旅行 他有沒有怎樣刻意去和中國人區隔呢 不需要在腦海裡想你是你 我是我 你做好自己的本份 譬如說你去出很簡單 最直接的例子 你去到歐洲旅行去到日本旅行 你的聲浪降低 你穿的衣著不要那麼花碌碌 你去到要跟別人的季節 和周圍的城市的色調去和諧 去襯色 你不要專門擁去那些名牌shopping 然後一包二包蹲在行人路那裡 去點這個戰利品 你做到這些事情 不要什麼不要什麼 你已經是區隔了 人們會跟我說人民 我幾十年都是被人區隔了 我三十年前去到歐洲意大利 都被人當我是日本人 我不想我沒有額頭 我不是中國人 但是那些人當我是日本 我現在更加 去到奧地利 最近一次那些人 以為我是日本人 the fact that 我不承認 亦不否認 只是笑 很禮貌地笑一下 這樣就算不算是區隔 是吧 那這些呢 我覺得是每一個人的自由 那現在就想說 你不需要在政治上說 自己不是中國 這些是愚蠢 不需要這樣說 是吧 亦敢說亦是徒勞 因為中國人 漢人 華人 譬如說新加坡是華人 但是呢 新加坡的華人 在世界上的地位很高 因為他被李光耀改了 那隻髒骯髒 去完廁所 不洗廁所 通地撒香口膠的DNA 是可以改到的 這個基因 那他現在走出來就有免了 他的護照去到那裡 別人就承認了 免簽證 那他沒有刻意去區隔 這個小龍DNA 是可以修改的 對於少數人來說 對於少數人來說 我希望越來越多人 有識之士 加入這個少數的行列 慢慢就可以 少數變多數 又是回到一個很老土的 給他一些時間 沒有時間給 你與其給他時間等他 去生性 不如你自己帶頭去生性 這個不是很難的 其實小學、幼稚園都有教開的 是吧 清潔、衛生、禮貌 是吧 這個其實也有點像 我們剛才說的 川普的貿易政策 就是我不可以再等你 慢慢去遵守國際規則 我不等了 是吧 給得太多時間了 羊毛運動 辛亥革命 1949 文革改革開放 給點時間去改 這些是廢話 是吧 這些與我無關 我只能夠 我在我有限的餘生裡面 我做到走到出來 不會給這個世界的內心鄙視 這樣就可以了 是吧 每個人做到這樣 那你說是否叫區隔呢 我不知道 所以不需要是一個這麼凝重 這麼政治化 說出來 又說要什麼港獨 這些我覺得是 有點浪費時間 是 反而就是想問 好了 現在在說 我們都要改革一下 自己的小農DNA 香港 但是香港 在一個 這個 中國政權底下的地方 他們 如何去找回自己的優勢 令到自己大家是有 可以在國際上 繼續 立著一個特色和秘匯 這個是yes and no的 你不要把這個香港 是中國的一部分 變成一個包袱 是吧 就算是中國 也有一個很大的地方 都是有好東西的 比如說你去到雲南 麗江邊 那裡像不像中國呢 我都覺得像布吉多 因為有很多西洋的 那些頹廢的 小資產階級分子 在那裡開咖啡店 天天對著那個山 在那裡捲紙煙 那裡的氣氛就不同 深圳是兩回事 是吧 我覺得呢 就是要以一個非常之平衡 和客觀的心 去面對這個中國大陸 不需要將這些什麼 中國人 愛國 這些東西 是變成一個可以詛咒 或者可以熱情擁抱的包袱 不是 是吧 是be reasonable 就可以了 這個也不是說 你要get rid of得到的 你是撇除不了的 因為你在地理上是連接著的 但是心裡面那把尺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不對的 什麼是文明 什麼是野蠻 你那把尺 是永遠應該在心裡 然後你按照這把尺 你自己做好自己 就是了 這個慢慢越來越多 香港的人 越來越多是這樣做 還有影響到大陸的下一代的人 不要說影響 他們其實都知道 因為他們翻牆 終於有一天 這些清流就會聚了 是吧 這個呢 但是回到那個討論 是不是要用時間呢 這個 還給他多一點時間 這個呢 令人很頹喪 但是如果你相信人性 相信這個善和惡裡面的善的話 你必須要對這件事保持樂觀 不然你做人會很痛苦 會要自殺 甚至要走上這些法西斯 納粹排柔的那條道路 所以是要平衡 怎麼都要平衡 就是這樣 你有一種心態 有時不需要想這麼大 是吧 不要做大事 不要想著從小事做起 如果你真的 香港人跟人家談生意 什麼事情 要誠信 簽了個約 要履行 人家跟你談生意 跟日本人跟哪裏 外國談生意 是吧 不要兩面三刀 你做好這些 人家說 哎呀 我沒見過中國人 是這麼文明的 你到底是不是中國人 I leave it to you 你說是還是不是 你不需要在那一刻去辯駁 最後想問 其實關於我們本土 和所謂本土經濟的問題 其實現在我們很多香港人都覺得 現在中國市場 或者文化的迫力這麼大 我們怎樣自處呢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應該去做多些 我們本土的 譬如創作 本土的文化傳播 跟著甚至衍生一個 叫做本土經濟 你怎樣看這個發展 本土呢 你自己有自己的實力 譬如你的本土電影 本土的創作 你要先拿得出去 譬如說新加坡 它可以用英文 在英語的世界裏 是把新加坡本身的故事 說出去 人家最近有一位30歲的女作家 她的名字叫Charlene Deal 姓張 她就把以前在新加坡 和馬來以前看的那些 電影恐怖片 那種童年的記憶 化為一個三代新加坡 女性的一個溫情的故事 寫了小說 在英國拿獎 你馬上說本土 英文都是本土的一部分 你戀直 既然戀直 為什麼不學好英文呢 為什麼不可以用英文 寫香港的故事 你的回憶 你是你自己的論述的能力 和水準 是不是有些問題呢 當然人家中國大陸 都有很多新一代的作家 是用英文 可以在美國拿獎 和出版小說的時候 你香港曾經是和新加坡 平起平坐 為什麼連一個叫蝴蝶先生 劇本都沒有寫過出來 所以這些不可以變成口號 也不是只要保育茶餐廳 一兩棟建築物這麼簡單 這些是實體和物質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你繼續說粵語 這個和廣州和廣東省的下一代 都是人同此心的 你說這個是不是應該 將香港和廣東割裂呢 我也覺得不是 是很傻 所以不要將它極端化 和情緒化 其實現在經常推銷本土 我心想香港本土最厲害的時候 就是八九十年代 你不要說本土 你都不用推銷這兩個字 香港的東西輸出去 大家喜歡的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借用左翼的 叫做文化多元 香港堅持自己的本土 就是堅持 就是multiculturalism 是不是 甚至香港的本土 multiculturalism 可以和香港的弱勢族群 例如菲傭 印尼外傭 他們的生活和處境連結 新加坡幾年前 有一套電影 I Lo I Lo 就是講新加坡一個 種壞了的小孩子 和他家裡的菲律賓 旅庸之間的感情故事 這些本土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不是說本土就是和中國割裂 本土就是和全球化割裂 這個叫做香港本地 中國大陸和全球化 這三大原色之間 你香港怎樣自處 和拿著調色板怎樣混 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陳冠宗先生的本書都講過 他說香港的特色就是華人混雜 甚麼都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上海街 但是又有一些鬼佬的街名 五十年代 他是自然沉積而成的 整個上海一處 整個北角一處是小上海 英國人不會理你 調景嶺就是一個小中華民國 是吧 沒問題的 有些地方 這個叫九龍城寨 就是小潮州 multiculturalism 文化多元 你堅持文化多元 就是抗拒某一種文化 獨大 在全球化 或者叫愛國的口號之下 將你帶一筒座 這個不只是香港在做 歐洲在做對抗美國 有些小國 冰島都在做 冰島只有三十萬人口 但為甚麼他們的出版業 是那麼旺盛 為甚麼香港不行 這個也是說人質素的問題 但有些人就討論是一個經濟的霸權 例如八九十年代 很多電視劇電影 是因為那時候運到錢 他們就說 現在你無論做電影做出版 你做一個只是本土的題材 就賣不到這麼大的市場 所以那些人就去拍合法片 二十年前 我都跟香港的電影界人士說過 你回大陸賺食是應該 不過要有長短棍 你要有軟邊 也都要有匕首 但是那些人不聽 或者他沒有這樣的能力做到 或者他是很短視 現在你看到美國的荷里活電影 你以為只是來來去 只有香港幾套嗎 大片嗎 你上去Google看看 一百套電相拍電影 十部開外的小本製作 不過你在香港不發行 所以香港人本身的知識 那個知覺不夠 說到尾是一個小龍性格 口康期、短視、賺快錢 大多數是這樣 所以只剩下少數 像港師你這種意識 不是很足夠的 好,今天聽了陶傑先生說 關於全球化的論述 本土的風潮 以及左膠的虛偽 怎樣都要謝謝你來 要再說一句 謝謝 陶先生好棒 謝謝陶先生 謝謝大家 下季再見 謝謝大家